您近两年来 其实在很多的公开场合 一直都在说 坚持了中国的抗战 是蒋委员长领导的 没有第二人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呢 海峡对岸 似乎对抗战的历史 有它的一种看法 我不知道您对海峡对岸 这个中国大陆官方 对抗战历史的描述 您是怎么看 他们对于抗战历史 因为受到49年内战的影响 当然49年以后内战 他们对于将恨它 反对它 或者是策划它 这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也已经 但是抗战办的历史 是49年以前的事情 我想历史上 任何一个政权 它对于以前的历史 它无权了更改 当然我个人所了解的 这个是 我是49年才离开大陆到台湾来的 这个是大陆对于 49年以后对于抗战的历史 不单是银满 不单是银满 银满 并且是牛邱 上海 我记得十多年前 我到上海 宝山 他们看过一个松户战历纪连关 规模很大 那几件事很好 我去看了一看 我说你这百分之百都加了 我很不客气对他们加 现在他们说是要重新改 我说你改啊 一定要同我们交换意见了 到现在他要我再去看 我说你没有同我交换意见 这个战亦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战亦 也是历史追究的一个战亦 也是我们双方的牺牲都很惨的一个战争 我们差不多牺牲了三十万人 双方参加的兵力一百万人 当时日本常备一共只有十七个使团 可是上海战亦他们参加了十个使团 大部分的兵力都掉过来了 我们七十万人 这个信心厚厚的再打了三个月 所以这个松户战亦的这个战争价值 历史一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他们把这个事实 松户老百姓当时所说的痛苦灾难 也可以说是最最严重的 但是他们把这个事实完全 我当时看了说他们这个里面 哪里有几个游具队 在哪里投了几个手榴弹怎么样 我说这三个月的战争 双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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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方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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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个副军长也施藏重啊 当时他们主要的就是 沿平寒路 金浦路 南下 牛背向南 这个我们江南部都调到华北去 来不及啊 同时这个不及现场啊 华北特殊化其实很多都被日本人控制了 所以江文人决定把战争的重心 要移到江南来 同时把这个由北向南的桌上桌下 改成由东向西 因为我们长期准备长期看 主要的是大西南大西 不要做根据地 其中尤其是云南四川 尤其是四川是主要的根据地 但是四川那个时候 中央政府控制不了的 所以如果是由北向南部的先站在武汉 那四川和华东各开了 那你根本无法来经营这个抗战根据地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抗战的重心移到上海了 当时的本集说 中国识别是三个月就结局了 结果我们在上海中打了三个月 所以这三个月把我们全民的抗战道的信心呢 接了起来了 从上海那时有逐渐 逐渐是中立的 那不然也不敢进盘 逐渐是外国人很多可以看到我们抗战的 这些人过去的同情 所以上海战略了 虽然我们牺牲很大 但是战略意义非常重要 但是他那种基金官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这就举一个例子了 那其他当然他们这么说法 我听说还是 就像说我举个例子 我看到他们兄弟 这个抗战是郭敏昂投降的将领 有多少人 我们八年抗战将领 没有一个投降 同时我们也没有部队被俘的 有全民阵亡的 一个几千人全部阵亡的 大家你们看看这个太平洋战争 这个德苏战争 通常这会战都是成千上万的局所来投降的 就进了俘虏营了 半年抗战 我们中国战争没有 中国的军队没有 所以你在太平洋战争发生的时候 你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英国人也是到时候举起的时候投降 我们没有 而他居然说 这是汪精卫 他这个到南京去成立卫政府以后 他在这个仁县去主动的说 我们是卫军 他们叫做侯兵军 这些人怎么能算是过敏兰投降 他原来也不在抗战阵营里面 所以这些地方都是他 要不但隐瞒抗战的 并下策划将位 另外一个就是黄河绝克 黄河绝克 在我们半年抗战 尤其是东西抗战的前世的 这个战略意义非常重 当然老百姓西亚很惨 因为花园口那个决堤那个 但是因为黄河绝克 如果在徐州会长 我们不做黄河绝克 日本的状态部内 河南 安徽部都是平原 一直可以出过西安 所以我们黄河绝克一绝克下来 把他站在大宝都安着 他过不来 那比一百万兵力还要重要 当然老百姓的牺牲是很惨 但这种牺牲 他是为了国家 为了整个中华民村牺牲 是由于和军队牺牲价值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要怀人来祭祿他们 永远不能忘记 因为黄河绝克了 所以日本呢 由隆海路向西进 再以平寒路南下 就没无从大宝海计划 不能 他必须把病人移到厂江去 有厂江有东西 慢慢地打 这个我一会给你问问 你再问 我想回过头来 我想再问 就是说 我也注意到 这一两年 有一些的 中国大陆的可以说是 官方的一些学者呢 提出一些新的说法 就是说 他们不否认 抗战呢 有国民党领导的那一面 但是他说 其实呢 是有两个领导者 一个就是说 国民党呢 在正面战场上的领导 另一个呢 同时还有共产党 在所谓敌后根据地的领导 所以呢 他们的一个看法就是 其实当时在抗日战争 这个过程当中 同时有两个领导 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统一这个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本身 就是有很大的毛病 第一个 事实上后来是有两个 但是 我们七七四变以后 双护战以后 共产党发表了 共产国难宣言 嗯 如果假的 共产国难宣言 他是认为抗战是由 国民党领导的 由江卫人 由重庆的 国民政府所领导的 他要服从 军事委员会的指挥的 对不对 假的这种情形 为什么 有两个领导呢 事实上以后他们当地 发表了共产国难宣言 事实上他们没有遵守 共产国难宣言 他们自行其事 事实上不错 是有两个领导 冷县区 第后地区 比方说这是平行关 我去看了 平行关做战 这是 在八年看到 唯一的一次 由中央政府计划的一个会战 八路军参加的 林彪 林彪 不是林彪 林彪 林彪是一个市长而已 当时 第二战区 司令长 或是影学山 左边 他分前面 这个 新口会战 或者叫 台湾会战 三个集团群 左边是 杨爱园 中央是 魏力华 右边是租的 所以林彪是租的 右边下面一个是 草地人的后路写的 有一定成果 真正的这个 中央战场就是 郝蒙灵他们 震亡的位置 同时 在平原有一个 四千人全部震亡 这四千人全部震亡 我们现在集结合没有 知道 这一次我去看了 发现一个日本 日文的碑 日本人最后 感觉到 站着军事的立场 这一个真是了不起 所以他们又 出了一个碑 这个碑也现在还在 见到了 我看到了 所以 朱鲁茨的事情 将来这个 因此啊 同时第二年我们要抢了 究竟这个八年堂呢 是正面战场是决定性的 还是 第后战场是决定性的 那毫无疑问的 是正面战场是决定性的 第后战场是一个不入性的 不过他们最后 所谓国国摩擦 摩擦的根本 政府国民根本就有 所以两个军被他们消灭 一个在苏本里 八十九军 一个在胡本里 四十军 所以原来 国民政府留在地后的 打游戒的 准备同工人 或者打游戒的 结果都被他们赶跑了 所以这都是事实 当然 现在我们不愿意 过度地强调这个 他们抗战之间的这种 各国的摩擦 这是各国的摩擦 也是抗战之间 抗战阶内部的 将为最痛苦的一种煎熬 所以 我们今天可以说 中共的这种说法 我们不公道的 抗战是和是不错 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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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中国人 一个是重庆的国民政府 一个是延安的 这个中共领导 所以当我看这个 延安 这个平安 这个战事官的时候 他们说 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怎么样怎么样 是有此理 这个会战是可以 隐居上指挥的 怎么 毛泽东怎么也可以 指挥一个事呢 这都是麻酒的都 内涵一看了 都很清楚 我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 也就是抗战的 胜利60周年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呢 中共的总书记 胡锦涛 在一个纪念的 一个仪式上 他是有这么说 他说呢 其实中国国民党 和中国共产党呢 他们其实呢 是在整个抗战当中 共同发挥了 中流砥柱的作用 也就是说 他还是把中共和国民党 在抗战的作用是 放在一个 比较并排的位置 当然他没用呢 共同领导 那您同不同 这种形容呢 或者是同时发挥了 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想这种话 基本上是 比较进步一点 他承认这个正面战场 但是如果说是 我们拿个比例来说 正面战场 从这个抵抗战场 这个比例来比 那我想正面战场 至少百分之九十五 最多百分之五 那这个 你说两个党 他们公布过难选业 这表示是两个党 都在抗战阵营 那是没错的 像王金会 根本跑到抗战阵营 以外去 但是你说是两个 共同的中流砥柱 这个未免 不见得是一个很公道的话 当然他们现在大陆政权 但是他们也怎么说怎么说了 这个是 但是我相信 这不是事实 那当然了 其实我们有时看中共 这个官方有关抗战历史 他们经常会提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蒋委员长 在抗战最初的时候 是坚持先安内 后攘外的一个政策 对 那么当然他就拿这个作为一个 这个证据 证明呢 蒋委员长根本是 没有心思要去抗日 而更把他的力量用来 就是剿灭共产党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说法 好 这很好 你感到这样的 九一八死亡以后 国民跟白发刚好同意 这个那个时候 所谓中央 就是国民党 真正能控制的 讲述在江安会相对手 其他的 都是 像四川的这个刘香 这个西班的麻椒 这个云南的这个农云 名义上是同意的 实际上 这是 第二的 我们的被子 当时的九一八死亡的被子 全国的被子 被一样的 云南用云南的草票 四川四川的草票 我们在江苏用的那个铜板 一个大字 白平白金融的和一个大字 金融都不同意的 这个金融的同意一直到什么 到民国二十四年 才以英国来帮助我们 所谓发行发辟 中多辟子才算同意 那个时候 九一八死亡以后 比如说 由南京运动到汉口 那经过午后午后要收一次税 然后经过安庆 安庆要收一次税 这叫什么 离金 这是中国凡事的刘孝然赚钱 那你这个交通贸易 观念的根本这个障碍就很多 同时啊 这个是 共产党在水军 已经成立了他们说中华市区 中华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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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 所以因此 这个 这种情形之下 请问你 你怎么样子抵抗一个世界一流的强国 所以提出了安内南外的政策 安内南外 不是为了壮大内战 而知道西安事变以后 安内表明上才算是结束 所以西安事变结束了半年 他就发动其次 他知道你中国西安事变以后 中国真正的游行的内战停止了 慢慢的如果给蒋某人 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呢 他要再进到中国很困难 所以他不能再等了再发动其次事变 这就是很重要的证明 另外 包括共产党他们 反的安的南外 这个是 当时很多人 反的安内南外 作为反疆的一个手段 中国很明显的 民国22年 1923年 1933年 古北科长城各科战役的时候 我们中央黄徽两个师参加过 一个第二师黄杰 一个二十五师管理阵 二十五师还是富山了 可是这个时候江西很空虚 某种基础打到南昌啊 他并没有因为说 日本人打我们了 我们不应该打 不应该打国民了 你说 这个怎么样子 这种基础才怎么样子能够抗日 所以另外二十五年 就是1936年 陈吉堂的这种人被重视 所以你们 叫六一师 梁广士兵 梁广士兵 梁广士兵的口号是什么 我们也不想抗日 他哪里是抗日 他为了要返家 所以后来我们运用这个 把陈吉堂的军长拿过来了 陈吉堂的五十架飞机 一天飞到南昌 陈吉堂滑台了下去吧 李宗伯不出息 他回到黄西去吧 他也 包括西洋司兵也是一样的 他们是以反对内战 把张小兰鼓动了 所以当年后来 算是停止交供了 但是真正到了抗战开始的时候 你们看 韩复区叫他收集团 他不打 他保存射凌 那个时候 日本人的策略证量 只要把江洛人的 这个所谓中央的这个 这个射凌消灭了 其他的各地方的军头 他们过逼的来妥协 你留乡还是归你农园 你这个 原来留乡 你还是管四川 农园呢 你还是 原来是你的地盘 那部的策略是这样一个策略 所以 到了抗战开始以后 这些抗战 黑权的一些 反对这个 这个 按理难为的 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 第一个是韩复区 叫他收集团 他不收集团 一天把金兰接着 最后把他抓到 原来把他抢毙了 这样才慢慢地 所以才有 抗战的胜利 抗战的胜利 也是原来 逢墙的部的时候的 因为 腾仙原来是四川的四川说的 因为一看到这样 好了 大家说 这是真抗战 叫你十手这个地方 你收不住就是 没有第三条路走的 没有第三条路走的 你还是推出来 他就抓到那些墙壁 另外第二个 我们看看 刘湘 当然 外面的船员呢 但是我们还在武汉 墙壁韩复区的时候 我还在武汉 刘湘是到了汉口 有病 但是虽然就流传了 枪壁了韩复区 吓死了刘湘 刘湘和韩复区 他病死了 真正是病死了 大家说是吓死的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是 有一来 他日本人就是 从韩复区和刘湘 刘湘和韩复区有联络 你也不要打 我们四川也不能老将来 这样我们讲的个别里头 你不能偷袭 有这么个传言 但是当时说 枪壁了韩复区 吓死了刘湘 这个流传是 当时我们也好笑 为什么刘湘 为什么被吓死了 但是这个真相 我们没办法 举此一例来说 另外就是王精卫了 王精卫在 江文院长在庐山宣布 最后关头一到 我们看到王精卫在 中华民国快要忘了 看着就是康队一着 故障到武汉一丢 他 武汉丢了以后 日本人就觉得 他们已经打胜了 所以派德国的大事 陶德曼的调停 陶德曼的调停 陶德曼的调停是什么 第一个 成了曼洲国 第二我们共同交工 第三经济合作 那句话 日本人就是因为 他们战胜了把中华民国 避典日本的附庸 江文院长很简单 都要谈活可以 先恢复七七四变疫情的态势 换句话说 你日本人先退出汉口 退出广州 退出山河 退出北京 退出太阳 所以进来 退出进去 我们再来谈 当然日本人不过去 可是王精卫 懂了 他就说 他跑到湖里 他最后 从日本的清廷调 就是成了曼洲国 他叫 他那个 还是用我们的清廷 不要用我们的过去 他之前还是过敏了 但是他在中华民国 过去上面加了一个 混条子 叫洪平翻过 然后 这时 马就也录出来了 包括龙云 龙云 它是这个 太平洋战争发生前 中央军力进不了云南 王精卫为什么能跑到湖里去 龙云帮忙的 所以王精卫到南京 通龙云呢 还是有联络 所以真正到了抗战 那一开始 那些抗战以前 假认说是老蒋 这个 这个 是为了直打内战 不打 不打着不忍 最后抗战真的发生了 老蒋没有 技术就不能调节了 是王精卫 那您 您这么说的话 其实就是某个程度解释 您的解读 就是说 为什么 当时的蒋委员长 要安内 这个让外 就是我刚才讲 这些原因 是 你怎么样 怎么能同志本人打 是 冰军制度没有 是 被制不同意 每一个军阀的同志本人都有联络 你怎么打 当然这个就是说 也带出另外一个问题 您看您刚才说了这么多 就是我们可以解读 就是说 您认为其实中共官方 在这个抗战历史上 就有很多不禁不实的东西 真是 这是回事 翻宣传 对 但是反过来可能 也有人会说 那国民党官方 在当年这个抗战历史上 是不是也有很多 不禁不实的地方 比如说您刚才提到 这个黄河决堤 这个花园口 我看到一些就是描述说 最初的时候 国民政府指这个东西是 日军轰炸的 日本炸的 日本炸的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是不是 国民政府在很多方面 也没有 当时也没有尊重历史呢 这是一个暂时宣传 暂时宣传 暂时宣传 我们不一定讲真话的 同时他这个 要让老百姓 对于政府的政策 也不能说明 散军事 你一定要说 把这个宣传到日本人身上 让老百姓去恨日本人 不能恨政府 这是一个暂时宣传策 我们不能 这是 战争战士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在战士 那时候 新疆 就是 这个 苏联进战新疆 我在重庆 我是大陆去拿学生 我们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 孙世财 最后为什么反变苏联 这个 这些故事 我们就看了 老总统的记者知道 那是抗战前期 前两年 苏联帮助我们的 抗战末期 苏联要建造新疆 他要占领新疆 他就是鼓励 这个所谓维吾尔成立共和国 但是 党是在重庆的 新闻 甚至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 党是为什么要隐瞒这些事 就不希望这个内部的 就是让大家的民心 受浮动 所以这是战时宣传的一个正常 好 那您这个解释这个事情是战时宣传 但是我也注意到 即使在战后很多年 有一些有关抗战的历史 在比如在台湾的一些教科书也好 或者历史里面记载也好 也没有完完全全 讲他的一个全部的历史的真相 比如我举个例子 四行仓库 是吧 这个保卫战 八百壮士 那么在国民党的官方宣传里面 当然主要是讲 他怎么去跟日军打仗 但是好像没有讲 就是之后 最后这些八百也好 甚至有人说是四百多人 到租界去 这些历史 好像这些就好像隐瞒了 这个没有 四行仓库 这是什么 是上海这些后卫政绩 四行仓库的时候 是拿四行中东交农 这就是我们二十四年 发备给的四个国家银行 他们在上海联合历仓库 这个仓库在苏津湖白岸 苏津湖南岸就是租界了 所以我们占领这个后卫政 一方面有租界 租界什么 他的泡就不能随便打 打了原意就打到租界去了 那个时候 因为总能没有正式宣战 那本来也不敢警犯租界 所以租界无形之中 对我们讲是个掩护 就像上海送户战一样的 我们的泡平阵地 都组在同租界各一条马路 我们泡可以打过去 日本人明明知道 我们这个泡架是 他不敢打 我们泡架打原意 原来无形公正 就打到租界去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 损护战略 我们有利的地方 租界地我们有的 其他租界不像是难民 情报活动 都是我们租界地 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那个时候 所以四行仓库 在苏州河北岸 那本来最初 才供这个 供这个 侯卫政绩 当然供 它一下子供不下来了 跑也不能打 打原来也打到租界去了 今天用 部枪 机关枪 那我们 四行仓库是 港银巡的方式 那没有用的 可是等到我们大军 一切太完成了 这后卫政绩 那我就没有了 他没有收在那里的必要 所以这个时候 祖界上当局觉得 当年那时候我们政府 和祖界有没有 也许有背后有联络 最后我们让这些人不要被 所以我想抗战 我没有被俘虏了 否则他们就 然后借到祖界来了 所以借到祖界来 搅了剑 这就是事实 我们没有什么隐瞒的 最后这个 这个谢金元 还是汪精卫派人 把他刺掉 暗杀掉 但是好像我所观察 所以这是很正常 在战略上 战略上很正常 他是后卫政绩 后卫政绩任务完成了 最后 这就是当时 为什么把这个 悬在那里 一个道理 那您认为 就是国民政府 在抗战的一些历史 包括今天 没有隐瞒过任何东西 还是说 没有 但是资料统计不正确的有 就是故意隐瞒没有 故意地说 来延伸哪个 美政绩 所以我们 当时 比如说 抗战 我们27年 打了14个月 这个我们 都要看 叫做第一期 第一期我们主要说 守战地 要守战地 不能随便退 要放到命令上退 命令没到退了 那你这个祖国要抢 我们争取了14个月的时间 这14个月干什么呢 我们所谓的 比方南京的精灵冰工厂 或者工艺冰工厂 把他们迁到四川去 这个 比方北京大学 青蛙大学 他们把 另外很多沙场 小沙场 能够往后面迁 迁到去 这14个月很重要 所以 因此 这个上海战役 从武汉会 武汉会战 我们就不同了 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 自动放弃 我们就平汉路 又汉路 因为都三地 所以 我们同 但是 我们在 28年 就是1939年 欧洲大战开始的那一年 德国 共波兰 开始那一年 我们举行了一个冬季公司 东西公司就是 我们全面的 发动公司 但是 这个公司不是真的 是 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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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什么 我们 在上海会战以后 所有的损失 我们都恢复了 然后 我们另外 把昆仑观 昆仑观是日本 在黄西战很重要的一个阵地 我们把昆仑观攻下来 这是28年 这表示 我们有攻击的能力 这表示 当时我们叫 德国选招 愚大愚强 愚大愚强 我们不能管 口号上看 我们拿失色的阵力 所以这些是 一个 江委员 让他觉得 抗战不打阵 打了 没有中途妥协 非要打到最后 那这个我相信可能 在台湾也好 或者在外界可能可以看到 但是 在台湾的官方的资料 有关抗战资料里面也好 或者甚至一些 历史的书也好 有没有提过 中共曾经也参加抗战呢 有没有提过 什么 八路军呢 新四军呢 甚至有没有提过 中共一些将领 也在这个抗战里面 阵亡吗 好像我没有看到过 我当然也没有看到 也许是没有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资料 没有这个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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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平行官的资料 我们也讲啊 平行官 只打得 我们也承认了 所以这次 我特别 我到平行官去看了 所以 那个时候 中国老是说 他打国民党的军 我记得很难 我们一个八十九军 在黄桥世界 我们出过黄桥 一个军长 李继续正亡了 八十九军 给他消灭了 四十军 是旁边军的 所以 因为 所以 原来这个新四军呢 他是在江南的 当时 政府为了 反正 你共产党 也不能 一名交工 一名抗战 也不行了 所以 干脆这样 冷钱去都交给你们 所以 叫新四军呢 你们调到黄桥 一把去 换句话说 湖北平原 山东平原 那个山西呢 就是 让你们去 发资案去 这本来也是个 偷袭的 很好的一个办法嘛 可是他不答应 他也能 要留在江南捣乱 所以 结果不从 把他维持 把他解决了 当然在中共历史上 这就是为 湾南事变 新四军事件 在大陆的 新四军事件 一个讲的 这个不能怪国民党 你 你 你拿着这个 共产国民党 你要服从 蒋红院长的命令 蒋红院长命令 叫你调到 黄桥里面去 你不去 蒋红院长 原来这个 十八七团军呢 是回第二战区 黄桥里面 已经是第一战区 你这个十八七团军 自己跑到黄桥去了 都完全没有 抗命了 没有 当然那个时候 老实说 也不深究了 黄桥很简单的意思 这个是 新四军居然一停 一停在中共的地位 仅次于阻断 一停被我们抓到了 这是我们抓了 把他借到重新去了 关起来了 一个人按照军方 他是抗命啊 抗命 应该都韩国区 一样的枪背啊 但是 已经没有枪背了 抗上山了以后 把他放了 很不幸 他回营安局 空难中实施 同时有个女儿 女儿叫叶扬梅 摔死了 这很不幸 我们 站着一个 个人的人 我们还是蛮同情的 所以这就举个例子了 同样的 所以这个也夹得了 双重标准的 这就是一个政治现实 还有一种说法说 其实抗战胜利 既不是共产党的功劳 也不是国民党的功劳 是美国的功劳 因为美国 这个投掷了原子弹在日本 那么结束了战争 再加上 美国也给国民政府 很多的军援啊 财政支持 所以呢 最有功劳的 这个中国的抗战呢 应该是美国 您要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是完全老实说实 这个是 怎么 没自己的威风 抗战 我们牵制了一百万人的本军队 如果我们变成他的富庸了 他不仅是一百万军队 可以打索罗去 打到南洋去 并且他可以把中国的军 他也可以真的想打困难关在台湾 台湾的时候 就用一个律师台湾兵啊 所以 日本人为什么最后他失败 中国战场不能够解决 这是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所以他从在 在珍珠干事变之前 派雷西三郎 到这个美国去谈判 当时日本 为了求美国妥协 他答应了日本 说我们在大陆 我们停战六个月 不打奖家室 停战 那我们 美国同志日本 美国应该不感谢我们 但是美国准备接受 被蒋文院长知道 马上告诉罗师傅 对不起 你们如果妥协 那不能不打 对不起 我不停战 后来罗师傅没有办法 所以最后才发生 珍珠干事变 如果蒋文院长时候 停战 哪都停战 那就停战 那根本美国人 不回头都不能打起 第二点更重要的就是 抗战期间 我们其实的美元很少 除了祝英军两个市以外 其他的 要等到这个 德国投降以后 慢慢地 如果不投原子弹 日本的技术打的话 才慢慢在援助我们 但是火英军成了 中国战区 四个方面 准备全面 但是这个没有反攻 我们在印度的 都没有反攻 所以这就是 随时地位公路 再换句话说 嘉宾 因美不认同 中华民国 在抗战期间 对他们的贡献 他们会成为 要在奖委上 成为开路会计吗 他们会承认 中国是四强之一吗 他们会 能说 中国变成安律会的 常任律师国吗 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 我们抗战 在二次大战期间 我们的贡献 所以我刚才也讲了 这是要 不要二次 我们的贡献是非常之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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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